受到連日降雨影響 国道一号南下细致交流道口 发生边坡土石滑落 导致道路封闭 预计要到周五下班之前 才可能抢通 而一早南下车流 及时路况一度止暴 平面道路也跟着堵车 部分路段改道行驶 有民众就反映通勤时段搭车 比平常多出了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车程 一早下雨天通勤车潮满满 车流归宿前进 连救护车都动弹不得 激动市迈进路往国一和国三方向 因为国道受到土石摊放影响 一早上班时间及时路况一度止暴 平面道路也连带跟着堵车 连客运司机也直呼比平常还要塞 今天比较塞 今天很塞 受那个影响吧 对啊 它一直塞在这边 而且刚刚还看到旧物车 整个都被塞住 那你车又等得比较久吗 有 已经误点了 看看是发现场大片土石滑落 连门架也遭波及 怪手机具还在清理路面当中 目前国一南下系纸交得到出口 以及国一系纸系统交得到转国三封闭 预计要到周五下班前才有办法抢通 满塌下来的土石的面积量也比较大 要一些时间清理 第二个是说我们要刚刚讲的 要先做一个加固 避免上面的土石再继续下来 至于国道客运 基隆往台北 像是1088 1550 9026等路线 有部分路段改道行驶 行车时间至少增加15分钟 有民众反应通勤 时段搭车比平常多出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车程 而这次滑落的边坡 原本分析属于叫稳定的C级边坡 定期巡查都没有发现异常的状况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这次发生边坡滑落的地点 因为是在顺向坡 遇到下雨或地震 土石比较容易滑落 接下来将会针对类似的地形 再彻底检讨 记者赛报导 会在宜兰南澳湘的西茂山 2018年刚架设雨量测站 今年光是10月份就累积了 4574毫米的雨量 年雨量至今更冲破了9500多毫米 距离破万大关近在咫尺 而天气风险公司也表示 主因就是10月有三个台风 台风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产生的共伴效应 带来非常惊人的雨势 西茂山也很有机会 成为台湾第一个年雨量 正式记录破万的地点 民众一阵惊呼 大片土石就在眼前 向瀑布般倾泻而下 目睹着景象的汽车驾驶 吓得赶紧把车往后退 宜兰连日豪大雨 造成速化公路台九丁线 38.95公里处严重摊风 天气风险公司更点名 宜兰南澳湘的西茂山 光是10月的累积总雨量 就冲破了4500毫米 成为台湾史上粤雨量冠军 以前大概10月大概顶多下个 一波共伴效应而已 但是今年来了三波 连续一波大概就下个10天左右 如果从今年1月1号 到这个10月31号 它已经有9500多毫米 同进西茂山10月份31天 就有28天雨神同行 如果直接把西茂山 今年的年雨量至今统计起来 也超过了9000毫米 也就是说如果把雨水累积起来 足足有10公尺那么高 西茂山很有可能成为台湾 第一个年雨量正式记录破万的地点 成因就在西茂山本身就是山头 除了平常的东北风之外 每年10月到隔年春天之前 大约2到3月 这期间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几乎每天都有雨 再加上台风季9到10月份 台风外围的东南风 跟东北季风产生共犯效应 降下了惊人的雨势 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随时有可能万一这个水路保持 敏感的区域就很容易自灾 第二个呢农作物 可能就因为这样的天气 极端化而做调整 毕竟西茂山附近有不少支流 得盛防泛滥沉灾 而根据过往气象资料 新北市平溪的火烧辽 曾在1912年创下年雨量 8000多毫米的记录 以及万里的大坪在去年底 以年平均雨量6500多毫米 夺下了台湾降雨王头衔 但随着各地驾设的 雨量自动侧站越多 说不定还有比西茂山 更会下雨的地方 等着被揭开 新人差点被砂石车撞上 惊险画面曝光 新北市土城 一名砂石车驾驶 行进路口的时候 发现路人闯红灯 虽然紧急刹车没有撞到人 但是后方车抖的泥沙水 就像是瀑布一样往前喷 撒得闯红灯的女子 全身都是 女子戴安全帽 身穿雨衣 闯红灯低头 过马路 砂石车驾驶 看到她突然出现 吓傻了 赶紧踩刹车 差不多两公尺的距离 险些就要撞上去 还好驾驶反一块 才没照事 车头在运的泥沙水 像瀑布一样 往前狂喷 把闯红灯的女子 当场撒得一声都是 走过来一个一个女生 往那边走啊 往那边走过来 我不晓得她有没有闯红灯啊 沙水看到就紧急炸车啊 那上面整个 整个整米就有那个翻过来 事发在三十一号 一大早新北市土城区 惊血过程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形容这是土葬体验吗 甚至批评移动式 省主牌又出来害人了 沙石车还好 不是载铁块刚调 不然一样要出人命 警方调查 发现张姓女子闯红灯固然不对 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将对她开罚五百元 但沙石车急煞 导致车头泥水溢出也有错 当场遭到环保局依法开罚 驾驶立即紧急刹车 自车上装载至泥巴溢出 行人违规 简直是要硬闯鬼门关 幸好没有受伤 不过却因为这样的错误行为 整条路被泥水覆盖 一度造成周遭居民 交通大不便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跟东北季风的影响 苗栗风势强劲 在苗栗县公管乡南河村连外道路 一颗大约四层楼高的大树 遭强风吹倒 还波及到一旁的电线杆遭折断 还有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不过交通一度受阻 当地村长热心民众 跟拖掉车到场协助 将大树剧断移植到路旁 并且将电线杆电缆扶正固定 花了三个小时才顺利抢通 晚上苗栗公馆飘起雨 风糊糊地吹 树枝不断地左摇右摆 然后一阵大风袭来 大树被吹倒 连带地扯落一旁的电缆 并波及一旁电杆遭折断 15月有四层楼高 大风一吹隐声倒下 民众开车到现场看到这景象 吓了一跳赶紧联络相关单位 大树横程在路中央 交通因此中断 得锯断树干才能移至路旁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与东北激风影响 鸟力雨不大但风势强劲 公管湘南河村唯一连外道路 31号晚上11点左右 一颗约有四层楼高的大树 遭乔风吹倒 电杆也被折断 当地村长热心民众 及拖吊车到场协助 将大树锯断移至路旁 并将电杆电缆扶正固定 漏液抢通 拖吊车将树木暂时移至路旁 并将横岛的电杆 染线暂时扶正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排除障碍恢复交通 还好树倒的时候 没有人车经过 没有酿伤亡 如此大树被风吹倒 附近居民也感叹 大自然惊人威力 记者张鑫杰 妙力报导 撤了 给conomic梅 无语 谢谢 你 作孙